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是有所不同的 无始无终 无形无障的大度 在从无 生有 从一 演化为万物的过程中 发生出不同的神灵 我们会用先天两个字去形容它们 大家熟悉的神灵 如三清天砖 欲皇上帝 世皇母等等 都是先天神灵 因为它们与道同体 品位尊贵 在我们身处的天地形成之前已经存在 以至在好远的将来 我们的天地会随着劫运终结 但是它们都不会消失 那什么是先呢? 大家看看先字 它是由人和山两个部分组成 古人这样写这个字 是想指先是由人入山修行而成 我们经常说正道成先 就是指凡人通过先天生命 或者更早得道的人指引 或者点化 修炼好自己 并且累积了足够的公衡 从而得道成先 我们熟悉的纯阳女祖师 黄大仙师、孖祖等等 都是历史里面曾经出现的人物 那做神仙究竟快不快乐呢? 南华真人庄子说过一个比喻 大意是生活是一颗小说的小鸟 永远没办法理解 澳尝天地九州的大鸟鸟 得道成先的快乐 并不是凡夫俗子所想 走色彩器 物质生活上的快乐 作为一个现代都市人 我们的生活充满种种烦恼 种种誘惑 任何一样东西都追求 愈多愈好愈快 当中可能有一时的快乐 可惜最后往往发觉 这些快乐都无法持久 因为真正的快乐 并不可能靠物质去维系 道教修行 就是教人用清静和无谓 去解放范尘畜世对自己的束缚 慢慢就会明白 快乐不再是因为一份美美的晚餐 一张由一张的钞票 一间大屋才能够获得 而是在感悟大道之后 永远的逍遥自在 你刚才看过的是 道教电视频道道通天地 如果你都喜欢我们的节目 认同我们宣扬道教思想的理念 希望你可以支持我们的营运开支 大家可以将善款以支票的形式 寄到来逢迎仙馆 支票背面 著名支持道通天地营运 又或者可以将善款 直接入到逢迎仙馆的户口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一同共宏大道 道祖保佑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